作為藝術有很多角色可以扮演 我有試過扮演消防員 試過扮演記者 但到現在為止都暫時未扮演過一個西廚 哇 真棒 其實我也挺想試一下 因為我本身小時候 我爸爸煮食很厲害 他自己有經營過很多餐廳 有偷師過 所以我當時去留學讀書的時候 就很大快的用場 因為我們同學之間會一起租房子 一起煮食 把它放進去 它只需兩分鐘吧 也會請很多朋友去家吃飯 一起看電影 一起打機 那時候我們會煮一些簡單的食物 就消敷朋友 其實最喜歡煮食的原因 是因為我喜歡熱鬧 喜歡很多朋友 煮食給家人 女朋友吃 我第一道懂得煮的東西 我想多數都是公仔麵 炒蛋 對嗎 只是一部分吧 其實我做了演員 也算是挺破格的 因為中三、四 剛剛去了英國讀書 留學 選分班的時候 我選了理科 後來開始做書籍工的時候 有做過會計 有做過一些精算的工作 有做過Online的BtoB的攝影 也有做過一些幫忙設定電腦伺服器的工作 讀書的時候 讀經濟統計學 所以其實 你說我做到演員 其實已經是一件 跟我原本 我爸爸媽媽安排我去走的路 已經是一件很不同的事情 是一件很自然 而且有精細的工資 ثم 垃圾 轉 轉 轉